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美食是蒜蓉蒸帝王蟹的制作方法 这是一只鲜活的帝王蟹,重量在七斤八两 下面开始宰杀处理帝王蟹 首先把帝王蟹翻过来肚皮朝上 在帝王蟹的肚脐正中间下刀 这个位置能让帝王蟹快速的失去反抗能力 用手把帝王蟹的蟹腿抓住,撕下它半个的身子 帝王蟹蟹腿的道刺比较多 在抓蟹腿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别让蟹腿的道刺刮伤手 在处理帝王蟹时一定要仔细检查帝王蟹的全身 是否有寄生虫吸附在蟹壳上 把帝王蟹的蟹腿全部掰下来以后 仔细检查蟹壳的内部是否有寄生虫 帝王蟹这类的海鲜寄生虫特别的多 在处理时一定要仔细检查去除干净 帝王蟹的肉质非常的鲜美 而且肉质也特别的多 这种蟹的价格比较贵一些 帝王蟹的个头越大 价钱越贵 咱们今天宰杀的这类帝王蟹 价格在1800块 把帝王蟹的腮部去除干净 腮部这个位置携带的细菌比较多 一定要完全的去除干净 首先用剪刀 把帝王蟹的蟹腿全部剪下来 大家看一下帝王蟹的蟹腿全是一些刀刺 用刀把刀刺全部砍下来 在帝王蟹蟹腿的关节处把帝王蟹剪开 然后用剪刀把帝王蟹蟹腿白色的这一面剪掉 因为帝王蟹的蟹壳比较硬 帝王蟹蟹腿的壳剪掉一层 这样在吃蟹肉时比较方便 而且在烹饪时也更容易入味 把蟹腿白色这一面剪开以后 把连接的白色壳上的肉剪下来 这一步能整个露出蟹腿的肉 在经过烹饪后吃蟹肉时特别的方便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蟹腿的肉非常的饱满 把帝王蟹所有的蟹腿全部按照这种方法剪开 这就是咱们剪开的一个完整的蟹腿 包括帝王蟹的两只大钳子也按照这种方法处理 帝王蟹这个大钳子腿部位置的壳比较厚 在用剪刀剪制时要多费点力气 大家可以看一下帝王蟹腿部大钳子的剪除效果 下面处理帝王蟹腿部连接身子的这个部位 把每一个腿部连接身子处全部切开 然后把每一块肉从中间剪开 腿部根部这一块的肉特别的多 按照同样的方法把每一块肉全部剪开 帝王蟹的蟹壳内有蟹黄 蟹黄也可以使用而且特别的鲜美 蟹黄适合清蒸后使用 蟹黄一定要保留 把帝王蟹嘴部这一块处理干净 因为蟹壳要做装饰使用 帝王蟹的每个位置都已经处理完毕 下面给大家介绍蒜蓉酱的制作方法 这是400克剁好的蒜蓉 再用刀剁着蒜蓉是一定要剁的细一些 这样在食用时蒜蓉的口感比较细腻 锅中倒入少许的植物油烧至七成热以上 用热油去拎这个蒜蓉 激发出蒜的香味 用热油反复的拎三次 让蒜蓉酱彻底的成熟 激发出蒜的香味 热油拎完以后 下一步给蒜蓉酱调味 下入蚝油20克 下入精盐5克 下入鸡粉3克 把所有调味料和蒜蓉酱搅拌均匀 蒜蓉酱经过热油拎完以后 它的颜色呈轻微的金黄色 把蒜蓉酱在蟹肉上均匀的涂抹一层 蒜蓉酱的制作方法非常的简单 蒜蓉酱蒸制海鲜味道也特别的鲜美好吃 操作起来也特别的简单方便 接下来上蒸香蒸制帝王蟹 蒸香上汽以后放进帝王蟹 蒸制6分钟以后取出 帝王蟹的蒸制时间不要过长 蒸制时间过长影响蟹肉的嫩度 这是青红椒粒 把青红椒粒撒在蒸熟的蟹肉上点缀颜色 接下来最后一步给蟹肉滋油 锅中放入少许的植物油烧至清热以上 把烧好的热油拎在蟹肉上 这样能让蒜蓉酱的香味更加的浓郁 拎完热油以后即可装盘 首先把蟹肉的腿部按照盘子两边摆放 在腿部的中间摆上蟹腿根部的身子 这样摆出来的帝王蟹造型比较美观漂亮 最后盖上帝王蟹的蟹壳 有喜欢重口味的朋友可以在蟹肉上 淋上少许的蒸鱼齿油 朋友们下期视频想学什么菜肴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